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博恩斯 2023年预警说习近平已指示他的军队 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境台湾 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告诉拜登 并没有所谓攻台这件事 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 东京大学两关系研究小组召集人松天康博 告诉美国之音众生视角 习近平则是在跟拜登玩孙子兵法 他说习近平的野心非常大 他会选择在有充沛活力的七十多岁这十年动武 但是武统并不是台湾的宿命 美日台可以通过提高中共对台动武的成本和风险 将习近平讲解实话 松天康博说 现在北京的最好台湾剧本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宋田教授您好 陈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美国之音众生视角的专访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您在台湾媒体上写了很多的文章 您在2022年9月的时候 在自由时报的信息专论上有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你是说我们该警惕和嚇阻的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呢 你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危险的十年的这个说法 那么你怎么会有危险的十年这么一个说法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领导人 而且他已经获得了第三任 因为既然已经没有了主要的这个敌人 他会四选五选连任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了吧 所以我当时就认为他会继续做很久 甚至可能会做到死为止 因为一个是野心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他的任期非常长 那么今后的十年是非常的危险 如果再过15年20年的话 那他就变成80多岁了 那80多岁了的时候 他的那种野心 也不一定能够那么积极的去达成 所以我认为是他在70多岁的这10年 是对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来讲 是非常挑战 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十年 正好你说了这个危险的十年之后 台湾在今年完成了一次大选 那么这个大选 结果应该是北京最不喜欢看到的 就是民进党这个人的当了总统 那么你认为民进党的人当总统 跟这个危险的十年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跟台湾方面的选举 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诞选了 那北京是全力推动促统 那么如果民进党的候选人诞选了 他就全力推动反毒 然后四年后把他拉下来 换国民党 换国民党以后全力推动促统 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 并不是说换了民进党总统 战争的危险就非常的高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看法是说 中国现在的主要的看法是 如果台湾方面不答应 通过协商来推动和实现和平统一的话 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这个跟武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武统是全面进攻 使用武力 他的付出的 所付出的代价 跟所面临的风险 实在太高太高 但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就是用武统一 然后让台湾放弃 让他投降 是这样的一个作法 那么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这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才能够实现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中国有够强大 第二个美国开始有了孤立主义 就不想在国外打仗 第三台湾的领导人没有抗压性 就是被恐吓了 那就马上屈服 像这样的状况 全部都具备的时候 非常危险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 或者是民进党 他的领导人的抗压性很强的话 这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是不太能够实现的 不管是哪一个党的 如果是没有一个抗压性的总统选出来 就很危险 所以说台湾面临了两种危险 第一个是直接用武力 第二个是刚才你谈到的 就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是未来的选择 是不是 我觉得武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即使有这个危险 也可以避免 这并不是宿命 因为战争是会不会发生 或者是说会不会赢 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对手的关系 不可能单方面的做决定 如果早知道自己发动战争 一定会输 或者是输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就不太可能会发动战争 就像普京 如果知道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他搞不好就不会发动 这个进攻性的战争 所以说如果台湾 美国日本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国家 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 它的cost 这样的话 中国动物的几率会降低 这不是宿命论 这不是宿命论 因为有对手的关系 不是宿命论 这个动物是有 开始具备条件才可以动手 某一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动手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围绕着这个 你的这个危险十年呢 有几个相应的概念 和这个时间点 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2023年5月 你在政治大学 东亚署有一个演讲 你说习近平这个人 野心很大 那么对台湾来说 真正危险的时间点 是在2027年到来之后 那么这个2027年 这个时间点 你为什么认为 这个点是一个很危险的 之后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说 2027年 是很危险的一年 我是说更后面 因为首先就是 他的能力还不够 解放军的这个两栖作战的能力 他的目标已经定了 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那比如说两栖攻击舰 他们打算建造八艘 但是现在只有三艘 而且你建造了军舰也不够 还是要这个装备 训练等等 要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多 所以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这个可能是2027年左右 才可以完成 但是问题是 其他的政治的条件 还没有具备的话 他怎么能就是轻率的 像台湾发动攻势 这是一个timing的问题 就是美国方面怎么样 美国如果是非常强硬 他一定动手的话 他就不敢发动战争 如果台湾方面非常的坚定 他也不敢发动战争 所以首先就是要做好自己的 这个是建设好自己的能力 再找机会 这需要大概是还有很长时间 还需要很长时间 2027年还不够 尤其是针对美国方面 要吓阻美国的介入的话 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多的核武器 核武器才可以吓阻美国 常规的这个手段 还不够吓阻美国 那核武器的这个能力 虽然中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但是还不够 这需要2030年35年最早是那么一个时间表 所以实际上 这个所谓中国对台的时间表 有各种不同的时间表 这不是单一的 我刚刚介绍的像习近平的年龄 大概是他85岁才可以发动战争 有点是荒谬了 他比较有这个充沛的 这个活力的时候才会动手吧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5到10年 那也有人说是巅峰中国 就是Pick China的这个想法 就是现在台湾 日本 美国都没有准备好 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巅峰 所以现在是最好时机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也有这种想法 我不太能够支持这个想法 我认为中国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国家 他先做好准备再等时机 但是这个做好准备 因为是对方也开始做准备的关系 所以中国当方面 不管怎么样 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他的野心是太明显了 所以其他国家都会做准备 所以这个时间表 现在所看的这个时间表 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往后推 往后推 大概是这样发展下去 那么往后推的事情 正好你有一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提到了2032年习近平79岁的时候 这也是你的一个时间点 你说10年后他会怎么样呢 届时79岁的习近平会盘算自己所剩的时间 以及对台动物的沉默和风险 付诸行动的时刻 说不定就会到来 所以说除了27年的时候 另外你认为2032年实际上 也是你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2032年的时候 你也把它突出来的呢 因为大概是如果很顺利的话 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能力 也是那时候差不多 达到了最低标准 那么核武器的数量 如果也是顺利的话 也会达到一定的数量 或者是说也可以假装 我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这个30年代初期 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忌讳之窗 就是说已经自己准备好的 这个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那问题是第二个第三个 美国会不会这个介入 台湾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跟意志 来抵抗中国 这第二个跟第三个条件 还没有具备的话 他也不敢 除非是误判 除非是误判 关于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我有两个观察 我想进一步的请问你 就是正好2027和2032年 在中共的这个政治里头 都是一个节点 为什么是一个节点呢 就是2027年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末年 那么2032年是习近平第四个任期的末年 那么你的算的这个时间点 正好跟习近平的 在中国的任期的这个相关 所以说习近平的任期啊 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危险之间呢 在你的这个分析中有关系吗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他 他已经没有反内已经没有敌人了嘛 他想要四选连任 他可以做 五选都没问题 这个跟1960年代的 以后的台湾一样 蒋介石总统 他的这个三选连任 1960年的三选连任 那个时候他还修改了宪法的这个临时条款 然后这个三选 后来四选五选 他五选了 但是大家都提出异议的 只有1960年三选连任的那时刻而已 四选五选的时候没有人记得 因为三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会做到死 所以我认为是对习近平来讲 他的时间是十年以上 他的任期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这个2018年的这个修宪呢 你认为跟台湾问题有关系吗 有一些内部的声音 就是习近平对内做的说明是 因为如果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两任十年的时间是不够的 但是那时候那样讲 五年后十年后讲别的也可以 所以这个他的连选连任 跟这个统一台湾 并不是百分之百挂钩的 因为我另外提一个 习近平的蒋介石化这个概念 比如说蒋介石当时也是想要 用武力来改变现状 统一中国重新反共大陆统一中国 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都没有具备 所以他等于是放弃了 但是放弃了的同时 他在表面上还继续 含这个反共大陆统一中国的这个口号 那他是也是比较强的 而且是自己的体力还够的时候 还算年轻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楚 百分之百分之百是真的 但是时间久了 客观条件不允许 那他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降低 越来越降低 到最后就变成这个口号 但是这个目标是国家的 很大的目标 这绝对不能放弃 所以形式上还是继续喊下去 但是实际上自己打从心底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这辈子做不到 但是在外面绝对不敢讲 这是一个习近平讲届实话的一个概念 所以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 不可能 百分之百不可能会放弃台湾 但是实际上 他的那种单方面的统一 就是说完全不听台湾的这个意见 由自己来实现统一 这个是能做到吗 很难做到 因为台湾不听话的话 你要使用武力 或者是用武力来后盾 来让他屈服 都是难度非常高的 所以虽然这个国家的目标 拿不下来 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 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 这个危险的十年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相关 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美国方面 放出了很多的信息 跟这个危险的十年是有关系的 那么集中影响最大的 应该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个威廉伯恩斯 2023年所说的 习近平指挥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 做好准备入侵台湾 另外一次呢 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 伯恩斯他在科罗拉多的 这个阿斯盘安全论坛呢 他也说 他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 在未来十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所以您的这个危险时间里面的 2027年和2023年的判断 跟美国的情报当局的说法之间 有什么关联性吗 有关联性 因为在中南海里面的会话 我们都听不到 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参考一下 美国的情报 美国的情报显示说 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 在2027年以前要准备好 这个准备好 跟这个要开战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这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先准备好 然后看看美国的这个状况 看看台湾的状况 日本的状况 再找时机 大概是这样 因为首先我刚刚讲 第一个条件是自己准备好 那美国的情报显示说 2027年以前 一定要准备好 这是这个习近平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那么现在除了这个主张 这个北京已经准备好的这个信息以外 那么也有一些 就是说台海根本就没有战争的 这么一些分析 我们要请你来回应的 就是习近平 他对拜登说 不知道有2027年或者2035年的攻台计划 实际上也是在回应你的 这危险十年的这么一个预判 那么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 他不知道这个计划 他这有一点是有点奇怪的 所以这是有一点意图的一种说法 就是让美国人放心 大概是这样 到底有没有这个计划 习近平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 或是习近平听的是不同的计划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个意图 他的意图很明显 美国啊 你不要拿这个所谓台海战争 来巩固盟邦 支援台湾 不要被那些人骗了 就是我没有这个计划 大概是这个意图 心之心有你 这个涉及到习近平的讲话 可不可信的问题啊 因为他讲话的目的是很明显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说法 来让美国放心 让国际社会放心 而且他现在 他敢跟这个拜登总统的面前说 我一定要用武力来拿下来台湾吗 他绝对不敢 他那时候要跟这个美国三会 三界的人见面 鼓励他们投资中国啊 这个时候要跟美国总统的面前讲 我要武力攻台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他只是做了该当时该做的事情 那实际上的状况 他就是猛烈的破军 猛烈的这个猛烈的这个建设 他的军队 这是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要看清楚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 我看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说中国过去的军费 30年内增长了 增长了39倍 增长速率全世界少见 然后你认为那是为了建制台湾 这是你的观点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最好是以那么庞大的军力 来这个让台湾屈抚 让台湾这个投降 这是最好的结局 对中国来讲 那就不用动武力了 那就而且可以马上就可以搞定 就是夜朝梦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中国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剧本 这叫做这个 我取名为这个 强制性和平统一 这个习近平呢 当年在美国跟美国的领导人说 南海不会军事化 后来南海呢 成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堡垒 这个这方面的话呢 他是记录不太好 所以说 你怎么看这个 他对台湾问题的这个解释 和他的原来的作为之间的这个差异呢 这是中国人的谋略 是一个智慧 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 这是一个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的这个 就是兵者轨道嘛 就是说就是先骗对方 先欺骗敌人 然后先战胜了以后才开始打仗 那一定是百战百胜嘛 我认为是中国现在还是在战略上是 一个孙子兵法的一个崇拜者 所以基本上在碰到这个 跟美国拜登总统这个见面的时候 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跟他们实际上的作为 不一定会一致吧 如果是完全一致的话 那就很多事情都不好办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谋略的一种作法 但是这个谋略 其他国家人都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谋略到底有多少的高度 是很难讲的 台海无战事的这个说法 它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常常说的是这句话 台海战争是 幸则无不幸则有 如果你认为台海可能会发生战争 所以你会备战 那备战的结果就可以吓阻战争 但是你以为根本就不会了 中国人是只搞经济 他不会打仗的了 他没有那么笨 我们搞钱就好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被当的话 反而会引起战争 所以最好还是说 不要太惧怕 这个台海战争不是 明天可能会发生 今年很危险 不是这么样一个短期的一个事情 而是说中国是慢慢建立军队 用军力来实际上不打仗的方式 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 所以对方一定要备战 如果对方建设多少 我们也建设多少 以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死心 让他不要动手 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这个台海战争大概不会发生 最近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 接受到一次美国之音的专访 他说现在的习近平已经对台湾 已经无计可施 贸然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已经不高 所以他已经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除了余茂春先生以外 那么香港进会大学的退休教授高静文 在接受了一次美国之音的专访 他说军事上对台湾的进攻的可能性 基本上都是北京的政治宣传战 或者军事宣传战 不会有什么武力进攻台湾的可能性 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也非常支持他们两位的一种说法 因为以前也说过台湾的光头就是战争 或者是说美国的军舰停靠在高雄 就是武统的那天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宣传 或者是说解放军的退役的将领 甚至说过 如果真的下定决心的话 统一台湾用武力来统一台湾 不是以日为计 而是以小时为计 还说过这种话 这都是欺骗外韩人的 台海是那么大 连过一条河都那么困难 台海是天然的屏障 不太可能那么轻易的 简单的就可以攻占的 所以说很多那种武统的话 都是宣传 但是这个宣传过多 会导致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状况 就像很多外商都不敢投资中国 或者是说引起美国日本台湾的 各方面的反应 如果他们就开始备战的话 那中国的计划就失效了 但是中国一直都做这些矛盾的动作 1995年以来 也就是说和平统一政策变质了以后 他是一方面要武力来 这个恫吓台湾 吓唬台湾 但是希望美国日本不要动 不要做任何的反应 因为我不打算战争 你不要误解 我不要打台湾 但是对台湾来讲是 我可能会打台湾 我随时都可以打台湾 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但是中国一直都做这样的一个 外界人士都难以理解的 难以了解的这个动作 因为中国的宣传部门 它的解放军 外交部门 国安 国台办都没有协调的很好 没有协调的很好 他们只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这个导致的结果是 很多政策在现场上互相矛盾 互相抵消它的效果 你刚才注意到了北京的各个部门 关于台湾问题的声音的矛盾 那么美国方面 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因为在关于台海这个战争危险的问题上 美国的军方 或者美国的情报部门 或者叫做军方和文官部门之间 经常显出不同的声音 那么我举个例子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吉尔迪上将 警告 24年以前 甚至今年都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 这是海军作战部部长 那么退役的美军 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 那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中国可能在2027年 或者更早进攻台湾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中情局的局长 那又有不同的声音 你怎么解读呢 美国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国家 它的制度是比较公开透明 所以其实看起来跟中国很像 中国也是很乱 但是美国也是很乱的 但是美国的 之所以美国比较乱 就是因为它是公开透明 而且每个部门的人 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军方是 还有情报部门 军方也有情报部门 他们是因为需要有更多的国防预算 所以它是比较倾向于强调 这个外在的威胁 这是人战时期以来 一直都是这样 而且是反恐作战的时期太长 为了反恐作战所需要的装备 或者是训练是非常低度的 但是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假想敌的话 它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也好 训练的程度也好 是非常高档的 需要更多的预算 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人 比较容易强调外界的威胁 但是也有人认为是说 中国现在国内的问题也很多 那它的军队能打仗吗 等等 实际上就是有得到情报的 人们都认为 目前为止中国的军队 跟美国的军队打起来的话 对中国来讲是很惨的结局 所以只要美国保持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的核心的含义 就是说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 但是美国不会做承诺 这是一个战略模糊的精髓 所以只要美国保持战略模糊 来恶阻中国 中国是不太可能会轻易的 做出愚昧的关台作战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各种想法都有 如果这样后者的那种讲白的 讲得很白的话 那就很多人就开始说 那美军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吧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威胁是 五年后十年后 中国就是猛烈的这个建设它的军队 所以目前为止成立的这个嚇阻 将来不一定能够保持下去 中国是一定要打破这个嚇阻 所以它建军了 它是建设这个军队 所以说那对手 也一定要继续加强它的军备 来继续保持未来的嚇阻的状态 但是这个逻辑是很难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的逻辑是 中国今年可能会打起来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也有人美国的战略专家 他们都不太了解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跟俄罗斯是差不多的 使用武力的门槛很低 所以或者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疯子 所以可能会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就会打他 我作为一个中国专家 这两种说法是我不太能够接受 中国还有制度 中国的领导也有一个合理的计算 他是一个正常人 不是一个疯狂的人 所以说美国方面非中国专家 但是军事安全的专家 比较容易会提出动不动 他就会动无这种观点 我是长期观察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不是那样的国家 连习近平都不太敢轻易的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经济发展 和平发展的基础 19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为什么提出和平统一政策呢 这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和平发展 为自己的改革开放 因为当时台湾海峡东海南海都是战场 很危险 如果不停战 不停止战争 哪来的和平发展 他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提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 都靠对外的经济贸易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那很难恢复原状 非常难 那么连习近平都不太敢轻易的破坏 这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根基 对他来讲最好的 还是完全不打仗 而来让台湾去服 这个需要有个能力 所以他扩军 而且是吓唬他 结果这个结果导致大家都跳起来 然后开始备战 所以他的最终的目的 到最后还是达不到的 可能是相当高 我们不是笨蛋 这是我的论点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就是关于台湾危险的信号 大部分都是美国发出来的 那么您现在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那么在之前你曾经在日本政府 尤其在日本的国防部也干过 那么为什么日本 他没有发出任何关于台海危机的这种预报呢 在日本也有很多专家发出这样的预报 但是政府部门是很谨慎的 大概这是美国跟日本的政府官员的行事风格 不同的一个结果 而且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好 军事情报的能力也好 跟美国是无法比较的 我们还是比较低调 低调一点 我们日本方面也不太希望 就是无端的挑衅中国 基本上希望大家安静下来 然后保持现状 所以日本人的行事风格 基本上是默默的去做该做的事 不是说每天都在喊叫 那里可能要打起来 这里可能要打起来 不是 大概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可不可以再问 就是日本是这个情报能力是有 但是做事很低调 可以这么理解吗 情报能力也有高的地方 但是低的地方也有 在情报的能力是 比如说日本有地理的优势 所以说对北朝鲜的这个情报也好 对中国的情报也好 因为地理环境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电讯的这个收集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都比较容易 那美国还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吧 所以说这个情报的好坏 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比如说日本是没有反间谍法 所以日本在国内没有抓过外国人的间谍 明明知道那些人是这个做间谍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法律的这个依据来这个抓他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日本也在国外不可能会做间谍的活动 因为如果自己的间谍被在国外被抓的话 我们也抓然后再交换 但是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家 很多有关这个安全方面的法治不健全 所以这个人透过人的这个情报工作呢 日本是不太擅长 前面我们谈的是就是北京对台湾的威胁的几个时间点 那么你强调呢 如果要消除这种北京的武力威胁的话呢 你特别强调就是说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要在里面发挥作用 让北京收手 那么最后呢 让这个习近平变成啊 这个台湾的蒋介石啊 这是你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们再来谈美国方面 那么美国方面 现在拜登总统啊 已经有四次失言啊 说要保护台湾 那么你认为 这是不是美国宪政政府呢 对台湾的政策 从战略的这个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刻呢 我认为还不至于吧 就是战略模糊的 战略模糊的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核心的这个意图是 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 让台湾相信美国可能会不介入 所以不要挑衅中国 不管怎么样 我不做承诺决定权在美国的手上 这是这个战略模糊啊 这是最好的战略 最好的战略 但是它有一个盲 两个盲点 第一个盲点是中国可能会不相信你了 因为这是模糊嘛 战略模糊的重点在战略 但是这个中国开始以为 我东升西降了 我比你强 美国已经没有能力了 他们就是整个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生活在自己所做的宣传里面 所以连专家都可能会被误导 所以美国绝对不会介入 这是宣传 但是宣传做久了 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判断发生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盲点 第二个盲点是台湾方面感到担忧 美国一直都说战略模糊 我不做承诺 那可能会真的不来了 这种以美论也可能会出现 这是两个盲点 不相信你美国 因为美国的能力相对来讲 这个有点下降 第二个美国的意志 对外参与的这个意志越来越弱 所以美国战略模糊的想法 本来就觉得蛮不错的 这是一个最廉价的一个战略 不做承诺 就可以维持现状 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战略 太厉害了 但是最近的美国的实力的动向 以及它的这个国家的意志的动向 是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担忧 那这就是我要跟你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是不是一个究竟值得信赖的一个国家 最后在关键时候能帮助台湾 刚才这个你也谈到就是说 模糊政策带来了两个不利的方面 一个是误判 一个让人不相信 那么具体到台湾问题上的不相信 我们从乌克兰的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最近呢 这个美国给这个乌克兰的一笔援助呢 在参议院通过之后 在众议院就卡住了 那么这个事情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德林斯基非常的生气 他甚至说话说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援助的话 那么我们不再是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说我想请问就是台湾问题上 美国是不是一个扣得住的伙伴呢 我认为乌克兰跟台湾不能比 因为乌克兰从来没有成为过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台湾 日本 南韩 东南亚 这些地区就是也就是这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 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都是跟美国在一起 就是利用它来经济发 谋求这个经济发展 而且得到这个美国的安全的保障 这样一个秩序 台湾是它的中间里面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在1970年代 因为美国的战略的重点转移的关系 它寻求跟这个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对台湾的弱化了这个安全上的这个承诺 但是对美国来讲 台湾的战略地位还是非常高 而且美国现在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 乌克兰问题的最重要的对手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国家的力量比韩国还要低 它的力量比韩国还要低 当然它的这个军事力量 对这个国际的网络等等 还是跟苏联时代的有一些这个强项 但是对现在的美国来讲 现在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那台湾的这个战略价值 现在是比以前高到无法想象的 我们10年前20年前从来没有想过 今天的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么高 我认为这个跟乌克兰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做比较 就是你认为这个台湾的战略价值极高 美国不可能放弃它 也不可能不做一个可靠的这个战略伙伴 这是你的意思 但是呢我记得你在多年以前啊 你就讲啊 这个现在这个大选中呼声很高的 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川普 特朗普啊 它是一个变数 那么现在呢 这个特朗普呢 在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台 一位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呢 他说我现在我不会告诉你 因为这样会有害我和中国协商的能力 所以我不会讨论这些事 很难跟你说啊 阻阻中国入境台湾这个事情 他不说 等于现在特朗普也有模糊的一种术语 来对付这个媒体的人 那么如果特朗普成为总统的话呢 那么是不是加深了人民对台湾更不安全的 或者美国更加不靠谱的这种担忧呢 这个担忧是非常现实的 因为他的想法 他的自我比美国国家利益还要更大 他想做的事情是这个 anything about Biden 就是除了拜登这个所做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做 该做 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个性 他的个人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高 但是美国政府不只是他一个人 如果他再回来当选总统的话 他还是要这个需要他的幕僚 那现在在美国 我们都已经找不到亲中的人士 也找不到认为可以把台湾放弃掉的人士 所以基本上不管谁当选 谁当总统 他的幕僚 政府里面的这个团队 都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 而且对台湾是比较友善的 而且是一定要积极这个资源 还有这个国会里面 这是一个跨党派的一种这个共识 对中国一定要强硬一点 对台湾一定要资源 资源他 所以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当然是有 但是并不可能是说 明天我改变了想法 为了跟中国打交道 我把台湾送给他好了 大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美国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是他的民意 过去很多战争 连这个精英分子都不想打的战争 因为民意的这个数据关系 所以就是打起来了 也有这个历史 那么至于台湾 精英是基本上认为 一定要这个资源台湾 要抵抗中国 但是民众怎么想 真的是这个中国实际上动手了 美国的民意会沸腾 这有点像是这个 他蒙受了偷袭珍珠感的 这个那一夜一样 那一天一样 就是说中国终于这个动了手 那美国的这个民众会沸腾 这个时候美国的总统 可能是到昨天为止是说 我不想在国外动手 我要保持中立 但是看到美国民意沸腾的这个状况 他会采取跟昨天一样的 这个过去的那种行为吗 我觉得很可疑 美国本来打算从这个朝鲜撤退 但是打了朝鲜 到现在为止 在韩国有美军 美国为了救科威特打伊拉克 这以前叫 以前是这个天方夜谈 他还是做了 所以这个美国的精英城市 都一致 要抗中保台 这个时候总统会做什么 我觉得是连川普总统都会受影响 因为他也想要把自己的名字 留在历史里面 您是日本的教授 那么跟台湾的关系也很深 你经常去台湾访问 对台湾政界很熟悉 那么我想请问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尤其是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 安倍晋三 他2021年说回一句话 就台湾有事 即日本有事 那么让很多人觉得 日本在保护台湾 免受中国大陆的武力侵犯方面 可能会发挥某种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是日美同盟的有事 这个提法在日本 还有或者是跟这个华语世界 华人的世界里面 解读的方式不一样 在台湾的话就是说 终于日本方面也发现了台湾的重要性 他很可能会出兵来协访台湾 有这种希望就出来 中国大陆方面可能会说 日本的野心终于露出马脚 所以这个日本人想要这个介入台湾问题 其实在日本的解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中国要攻打台湾的话 那绝对不只限于这个台海 东海南海都变成战场 还有这个西太平洋都变成战场 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战场 日本很可能会第一时间被攻击 所以不要以为日本人可以保持中立 只要不介入的话 日本就可以免受战争的灾难 就是基本上这场战争是大规模的战争 这是一个区域性的战争 是这个意思 所以日本要备战 所以日文的世界跟华文的世界里面 解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因为日本过去打过那么大规模的战争 它的这个能力跟意图 总是会被扩大解释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是日本如果要备战 就是为了防卫自己而建设自己的防卫力量 而且建设一个反击的能力 这样的话也可以间接的嚇阻 中国攻打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要打日本跟打台湾 都混在一起 那么日本有足够的能力 来这个反击中国的军队的话 那等于是对中国来讲 就是占领台湾的部队 就不可能放心了 所以这个日本本身不需要 也不应该说要出兵协防台湾 这是不应该讲的 这是非常挑衅中国的 其实安倍首相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日本只要下定决心建设自卫队 来加强防卫自己的能力 这样就够了 基本上日本现在的政策方向是这样 这也可以间接的吓阻 这个台湾战争 非常感谢我们的孙天康博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